嗨 我是流星 大家都想好5.0下半版本要抽哪一隻角色了嗎? 前幾天我有特別出一隻分析5.0下半卡池的影片 但我仔細看了一下留言區 好像有非常多的人想要抽雷電將軍 既然大家那麼喜歡 那我肯定也要出一隻關於雷電將軍的攻略影片給大家爽一下 希望大家在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後 都能順利將雷電將軍抽回家 那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要記得按下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以免錯過最新的攻略影片喔 那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雷電將軍的技能我們就直接挑比較重點的來跟大家介紹 首先是元素戰技 雷電將軍在施放戰技時 會先對周圍的敵人造成雷元素傷害 並召喚出一個叫做雷伐二藥之眼的眼睛 關於這顆眼睛我們拆成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是攻擊方式 這顆眼睛會在我方角色對敵人造成傷害時 進行協同攻擊 並對敵人的所在位置造成範圍的雷元素傷害 值得注意的是 這顆眼睛每0.9秒最多只能觸發一次協同攻擊 第二個是傷害加成 當這顆眼睛存在於場上時 如果我方角色施放大招 那大招的傷害就能夠獲得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 大招提升的傷害跟角色大招的元素能量有關係 也就是說大招所需的能量越多 能吃到的增傷也會越多 接下來是元素爆發 這次我們拆成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是攻擊方式 雷電將軍在施放大招後 會對敵人造成雷元素範圍傷害 接著雷電將軍就會進入夢想一星狀態 處於夢想一星狀態的雷電將軍 會根據諸怨白眼之輪的怨力乘數 去提升夢想一星狀態下的攻擊傷害 第二個是諸怨白眼之輪的效果介紹 剛剛前面有講到 處於夢想一星狀態下的雷電將軍 會根據諸怨白眼之輪的怨力乘數來提升傷害 至於這個怨力乘數該怎麼疊呢 就是需要依靠雷電將軍以外的隊友施放大招 還有在我方角色獲得元素金球或元素微粒時 也能夠累積怨力乘數 但其實疊這個怨力乘數的時間也很充裕 因為這個增傷效果會在脫離戰鬥300秒後清除 也就不用擔心疊成會疊不滿的問題 第三個是夢想一星狀態的效果介紹 當雷電將軍處於夢想一星狀態時 他對敵人造成的所有攻擊 都會變成富有雷元素效果的攻擊 並且這些攻擊對敵人造成傷害時 能夠幫助所有隊友的大招充能 除了以上的效果之外 處於夢想一星狀態下的雷電將軍 還能夠提高抗打斷能力跟免疫感電反應的傷害 值得注意的是 雷電將軍在夢想一星狀態下造成的所有攻擊 都會被視為大招傷害 並且當雷電將軍退場時 夢想一星狀態就會自動解除 接下來是雷電將軍的三個天賦 第一個是萬千的願望 這個天賦可以讓我方角色在獲得元素金球或元素微粒時 能夠累積兩成的願力 並且這個效果每三秒只能觸發一次 第二個是蘇勝之玉體 這個天賦可以讓雷電將軍的元素充能在超過100%時 每超過1%就能夠轉換成大招的元素能量恢復效率跟雷元素傷害 所以對雷電將軍來說 最重要的主性就是元素充能效率 第三個是天下冥霧獸 這個天賦可以在突破單手劍和長屏武器時 摩拉消耗的數量減少50% 就是個比較省錢的行機 沒有什麼特別的 解鎖一命的雷電將軍能夠加速願力的疊成 願力疊的速度越快 出傷的速度也會越快 解鎖二命的雷電將軍可以讓夢想一刀跟夢想一星造成的傷害 能夠無視敵人60%的防禦力 提升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時候的雷電將軍才能轉職成儲C或是-C玩法 解鎖三命跟五命的雷電將軍可以提升技能的等級上限 但三命的CP值會比五命來得高 因為三命提升的是大招的等級上限 剛好是雷電將軍的主要輸出手段 解鎖四命的雷電將軍能夠在大招的持續時間結束後 提升自己跟隊友30%的攻擊力持續10秒 解鎖六命的雷電將軍處於夢想一星狀態下造成的所有傷害 都能夠縮短除了自己以外的隊友的大招冷卻時間 也就是等同於變相加快了願力的疊成速度 願力的疊成速度越快 出傷的速度也會變得更快 值得注意的是 六命的大招-CD效果 每秒只能觸發一次 最多只能觸發五次 也就是說最多可以減少我方角色五秒的大招CD時間 如果想拿雷電將軍當輔助角色使用 我認為抽個0加0就可以了 雖然一命的雷電將軍能夠加快充能速度 但我認為跟雷電的充能速度差不了多少 就不建議大家多花一斤的成本去補他的一命了 那如果想拿雷電將軍當作主C或-C使用 建議直接抽到2加0或是2加1 抽到2加1後如果還是覺得傷害不夠 也可以考慮抽到3加1 因為雷電將軍的三命能夠提升大招的等級上限 也就變相提升了大招的傷害 還有就是2命前的雷電將軍建議不要去抽他的專武 因為他的專武主要也是用來提升傷害的 對於輔助下的雷電將軍來說幫助不大 至於4命跟6命我認為就按照個人的需求去抽取 但比起抽這兩個命作 我反而更推薦把專武抽到滿金 整體的CP值會更高 那如果單純為了喜歡 我會建議抽個0加0過過乾癮就可以了 但是要帶他看看風景或是要拍拍照都可以 如果覺得沒有拿著專武拍照起來不好看 那也可以先抽個一把 畢竟漁獲真的是長得挺醜的 聖遺物選擇方面最推薦的依然是絕緣四件套 兩件套除了能夠提升元素充能效率 四件套還能夠基於元素充能效率的25% 來提升元素爆發的傷害 是最契合雷電將軍的聖遺物選擇 聖遺物組附屬性選擇方面 李之冠選擇雙爆 十字殺選擇充能殺 因為絕緣套的大招增傷加成 需要300%充能才能夠吃滿 如果沒帶充能殺 可能就會比較難達到門檻 空之盃選擇攻擊盃 因為雷神的大招就可以提供雷傷了 再加上絕緣套的增傷效果 也是增加大招傷害 所以雷傷盃對於雷電將軍的提升不大 但如果隊伍裡有帶斑尼特 就可以選擇帶雷傷盃或是攻擊盃 因為斑尼特能夠提供大量的攻擊力加成 所以攻擊盃的效益就會降很多 這時候只需要選擇附屬性比較好的盃子就可以了 附屬性選擇方面優先升高元素充能 其次是雙爆最後是攻擊力 雷電將軍的畢業面板 我會建議暴擊率至少要有70% 暴傷大概在140%到150%左右 如果有抽專武 充能大概250%到270%就夠了 如果用漁獲建議在270%以上 五星武器首選專武剃草之道光 這把武器不但能夠提供大量的充能 還能夠根據角色的元素充能額外提升傷害 並且還能在施奉大招的12秒內 提升角色的充能效率 這把武器無論是外觀還是技能機制 都非常契合雷電將軍 那如果原石不夠抽專武也可以考慮天空之急 這把武器跟專武一樣能夠提供大量的充能 並且武器的加攻速還有暴擊率加成 雷電將軍也能夠吃好吃滿 是個很不錯的選擇 四星武器首選能從釣魚協會換取的漁獲 這把武器除了能夠提供大量的充能 還能大幅提升大招的暴擊率跟傷害 是所有四星武器裡面CP值最高的選擇 如果懶得釣魚也可以考慮西風長槍 這把武器可以在角色對敵人造成暴擊時 有機率產生少量的元素威力 正好可以觸發雷電將軍的天賦 加快願力的疊成速度 雖然這把武器的效果也不差 但想要滿精煉還是需要用抽的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大家花一點時間去釣魚 換取滿精煉的魚或CP值會比較高 雷電將軍的配對相信大家已經不陌生了 首先就是最經典的雷神國家隊 組成的隊員有雷神、行秋、香菱、班尼特 這個組合對於新手來說會比較容易取得 而且整體的傷害也不低 用來通關主線基本上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但想要通關深淵 就需要依靠優質的聖遺物屬性 才比較有機會滿心 所以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幾組傷害更高 並且更容易深淵滿心的隊伍 首先是影業扶琴 這個隊伍的重點就是利用雷神的充能 大幅降低其他三隻角色的充能需求 讓他們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去撐傷害 這個隊伍主要是依靠雷神的大招 再加上夜藍的後台掛水 還有伏伏的大量增傷 來打出高額的傷害 至於琴的作用除了能夠減抗 還能夠幫忙回血 因為伏伏的技能機制需要燒血 如果沒有琴的回血 整個隊伍在生存上會比較危險一點 再來就是琴如果解鎖惡命 還能夠提供大量的攻速加成 對於依靠普攻輸出的夜藍還有雷神來說 提升非常的巨大 那如果想要追求極致輸出的玩家 也可以考慮接下來我要介紹的隊伍 雷九萬班 這個隊伍主要是利用萬葉的增傷和減抗 還有九條提供的大量攻擊力跟雷傷加成 再加上曼尼特的大量攻擊力加成 來讓雷神的傷害能夠達到最大化 雖然這個隊伍的強度很不錯 但依然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 這個隊伍如果遇到雷元素抗性比較高 或是有雷盾的敵人時 玩起來會比較難受一點 第二個缺點就是 九條需要滿命才能提供大量的雷傷加成 對於剛加入的新手玩家來說 需要花一點時間抽取 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如果沒有抽到萬葉 也可以考慮換成下握雷 因為他的天賦技能能夠提供大量的減抗 六面還能夠提供雷元素傷害加成 也可以大幅提升雷神的傷害上限 最後就是大家最近討論的很熱烈的 雷神加調香師的組合 其實這個組合沒有不行 但前提是你沒有打算抽後面的基尼琪 又或是沒有像影業扶琴和雷九萬般這種比較強勢的配對 我才會推薦大家玩 講白一點 如果你目前有完整的雷神配對 甚至只是單純的雷神國家隊 然後又有抽調香師 直接抽基尼琪讓調香師的隊伍完整 然後深淵一人一路不是更香嗎? 但是 我這邊要說個但是 調香師加雷神這個組合其實還是玩得起來的 因為調香師最需要的 就是一隻能夠長時間戰場的輸出角色 而雷神除了戰場輸出能力很強 又能夠提供充能 意外的很契合調香師 那可能會有玩家想問 雷加草不是會產生激化反應嗎? 這樣不會影響到燃燒反應造成的傷害嗎? 我的答案是不會的 因為調香師的掛草效率非常的高 就算過程中產生了激化反應 遇到火也一樣可以觸發燃燒 所以是不會有任何的問題的 至於隊伍裡的剩下兩個位置 我也比較推薦帶香菱跟班尼特 因為雷神跟調香師都很吃攻擊力 所以帶上班尼特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再來就是雷神的大招 能夠提供抗打斷能力 所以也不太需要像是迪西亞跟托馬這類型的角色 我都特別出一隻雷電將軍的攻略影片了 怎麼可能不推薦大家抽 直接抽爆就對了 原石不夠的話魔法小卡直接刷下去就對了 沒有啦開個小玩笑 那麼衝動荷包可是會哭出來的喔 我們還是好好安排抽卡計畫 讓自己的荷包舒服一點 首先如果你是剛加入的新手玩家 可以考慮抽一隻雷電將軍 組個雷神國家隊 這個隊伍用來通關主線劇情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想要深淵滿心 就需要依靠比較優質的聖遺物了 再來就是如果你的目標只是單純通關深淵 沒有追求傷害的數字大小 那我認為惡秘的雷神還是可以抽的 雖然傷害量還是比不上現在的三體人 但如果只是想要打通深淵 其實只要打在時間內大家拿到的原石都一樣 所以有打算組影業浮金或雷九萬班的玩家 還是很推薦抽的 以上的抽舉建議只適用於喜歡雷電將軍 並且有打算抽他的玩家 接下來我要說的主要是服務於強度檔的 差畢檔可能不會想聽 建議直接跳過或無視我接下來講的話 首先如果你是剛加入的新手玩家 比起基尼奇我會更推薦抽雷神 因為基尼奇在火神推出之前 目前剛需調香師獲水神其中一隻角色 對新手來說比較不友善 反而雷神國家隊對於新手來說簡單好上手 又沒有操作難度 非常適合剛加入的玩家 再來就是如果你追求高傷害 並且想要一隻能夠無腦快速通關深淵的主C 直接抽龍僕就對了 雖然惡秘的雷神傷害也不差 但跟這兩隻角色比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在的 如果以二斤的成本下去算 無論是1加1的龍王還是僕人 都已經能夠打出非常高的傷害了 而且在外觀上還能夠畢業 相較於雷神抽到惡命 外觀還不能畢業 真的是挺虧的 就算排除掉龍僕這兩隻角色 一樣的金術成本 我反而更推薦大家抽瑪拉尼 他的傷害相信不用我說 最近有在看短演藝的玩家應該都有目共睹 而且他在前提體力條還很少的時候 用來跑圖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盡量保持一個抽新不抽就的原則去抽卡 CP值會比較高 而且火神快要推出了 現在特別花原石去抽舊角色 我認為不是個很明智的選擇 按照慣例影片的最後我還是要說 玩遊戲最主要的就是要玩得開心 如果有喜歡的角色就直接抽 不要被別人影響你的想法 那如果你被影響了 那就是你對這隻角色的愛還不夠 麻煩你去旁邊好好的反省一下 好啦那以上就是雷電將軍的攻略分析 如果各位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記得要幫我按個讚 也歡迎各位在留言區討論和分享 我是劉心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